HELLO 大家好,我是秋天楓葉,相信大家看到標題就知道今天我是要來填坑了 就是本頻道最高觀看數的那一支新手課,回過玩家必須知道小沛不理 立下的觀看破百就會做了從零開始的轉租教學 寫稿的時候觀看其實已經破萬了 每日任務的專修不抓靈魂十關卡都從每天三場每場三關改成了一天一場十關 感覺也是時候填坑了啦 有請提示哦,這裡只是分享一些個人的心得和自學過程 雖然應該不至於到錯,但也無法面面俱到,而且效果應該是因人而異的 有意義的朋友呢,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讓我們理性討論哦 且本視頻的討論範圍暫時排除三校二校或者各種眼瞄等前提 畢竟那些都是屬於隊長特色難以列入考量 為了對應各種不同階段的玩家,我決定分階段來進行我們的轉租教學 這裡我借用了神魔雙周的等級分配 初級、中級、高級和超級 來給各位介紹或是示範一些轉租技巧 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這裡付上時間,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段位、提價之想看的時間點哦 那麼我們廢話不多說,從初級技巧開始說起吧 初級技巧之童年回憶 相信大家小時候都有玩過 寶XX、迷政、CandyXX或是其他同類型的小小樂遊戲吧 蛤?你說你沒玩過? 那你到底有沒有童年啊? 什麼我太老、你太老、你全家都XX 如果真的都沒玩過呢 因為他們都沒有給我工傷,所以我就不推薦你們去玩了 簡單來說呢,這些遊戲就是靠交換位置把相同的三顆括以上 各種各樣的東西連成一條橫線或是直線 就可以引發消除並獲得分數的玩法 雖然說神魔之塔的玩法略有不同 但基本的轉租還是可以套用的 就像這樣,就能輕輕鬆鬆的達成從零息到一息的無數倍成長咯 初級技巧之轉租原理 在第一點的基礎上呢 我們需要再劃分開神魔和你的童年回憶之間的差別 首先前面提到過的蕭蕭樂玩法一般都只能移動一步 也就是交換兩顆竹子的位置 而神魔是在指定秒數內只要不放開手指 都可以隨意移動你手指下壓著的那顆竹子 移動方式為你壓著的那顆竹子 和你移動向的那顆竹子交換位置 然後不斷地重複 先要有符石怎麼移動的概念過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下一個階段了 下來我們來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讓大家有更深入的理解 首先如果我這樣移動之後 版面會變成怎樣呢? 答案是這樣 那麼這樣移動呢? 那麼這樣呢? 你們都答對了嗎? 接下來要來男的囉 那如果這麼轉會變成怎樣呢? 可惡! 不用開神啦! 超隱子十八童人 在了解符石怎麼移動了之後 我们就可以来学习怎么观察版面了 这里的观察指的是怎么找到可以连成三颗以上的直行或是横排扶持的样式 比方说各种的L字形啊 三角形啊 不知道什么形啊 这类的只要两三步内就可以达成消除的珠子排序 虽然不是每一次转珠都能遇到这种类型 但学会怎么找并使用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熟练这一步之后呢 接下来更进阶的观察 就是想办法把版面上的珠子转变成这些扶持样式 比方说这里移动一步就会变成L形 这样移动这里就会变成一个三角形等等 触及技巧之路线规划 在观察完之后 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路线规划 也就是把刚才零散的路线全部整合在一起 从而达成一席到三四席的倍数成长 当然这部分还是需要多练习的 刚开始的朋友应该都会遇到脑袋炸裂 怎么走都是死路的窘境 或者是完全没有办法构想出完整的路径 这里就从我观察到几个误区来给大家的失误 做一些讲解 首先是你按着那颗珠子 在转租过程中是不会改变的 当然除了一些敌剂影响之外 但我发现很多新手会有这样子的期望 就是这样子移动过后呢 手下那颗珠子就会留在原地 然后移动一步 截至就是开始各种心律不稳定的乱转 结果一席都没消成 再来就是脑袋复合不了 冰冰花三小时想好可以转出11席的版面 走了两步过就忘了第三步怎么走的 接着思考跟不上转租时间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这都很正常 毕竟这部分训练的就是各位的逻辑 只要知道自己哪里犯错了 对阵现在要慢慢改正就行了 初级技巧就是转租秒数 这部分的训练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没有加秒数的队长精管 拿起一颗珠子然后移动一步 等待到转租时间结束即可 这一步的训练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 五秒大概有多长 这感觉记下来过呢 以后就不需要一边转出一边看着血量上的倒数条来吓自己了 也可以稍微的用来估算一下自己可以移动多少步 初级总结 相信你在完成了上述所有的训练过后 应该已经能脸不红气不喘的达成平均三到四席了 如果还不能 要么从头来过 要么只能另行高明了 当然这里还是要对初级毕业做出一定程度的审核标准 第一能平均转到三到四席以上是最基本的 第二充分的理解转租逻辑 知道每一步的移动会有什么样的版面 第三不会被时间压力吓得乱转一通 个人觉得到这里你就有相对扎实的转租功底了 是时候进入终极教程了 终极技巧之远距离移动 在初级技巧中我们有提到寻找和制作可以在几步内达成消除条件的版面样式 但如果在实际操作过呢你就会发现总会有找不到对应版面样式的时候 而且因为只消极combo 后续版面就会越来越乱 直接就是一个伤的原理 不懂而别去谷个自讨苦吃 加上现在手消属性盾之类的盾牌越来越猖獗 这时候从远方把需要的珠子拉过来已经是大势所取 但只有一颗在远方的情况下 你可以直接从那颗珠子起手来达成你想要的消除 但多起来的时候就到了转珠这个转 实际操作的时候 简单来说就是不断的移动到那颗珠子要移动的方向 然后经过那颗珠子 并不断重复这一点 这个行为一般上就像是在转圈圈 所以我们把这个行为称作转珠 哼说得我自己都快醒了 在了解这个原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想要的珠子移动到想要的地方啦 终极技巧之 朋友一生一起走 谁先出货谁是 这部分是前面那些技巧稍微的进阶版 简单来说就是一颗颗珠子搬运实在是太慢了 比方说这个版面我想要全消暗 但是四颗珠子都离得超级远 如果你一颗一颗的移动珠子可能时间到了都消不好 更别说提高空波了 那为了解决这种情况呢 一次过移动多颗珠子就是最实际的做法啦 简单来说就是把珠子聚在一起后再移动即可 至于怎么转 相信大家应该也很清楚了 这里就不多赘述 其实就是转大圈一点啦 一样是初级技巧的进阶版哦 也就是在规划路径的时候呢 尽量从边缘往中间靠了 或者是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去 简单来说就是从一个边缘去到另外一个边缘啦 怎么突然有一种很伤心的感觉 我们换个说法 简单来说就是不吃回头槽的概念 其好处就是需要顾虑的版面会越来越小 金额越来越好赚 也不会影响到自己已经转好的版面 以此作为路线规划的一环是提高空波 最重要的习惯 终极技巧之破坏版面 怎么感觉终极技巧是打脸合集啊 这里的破坏 说的是在不拘泥于保留转好的版面的情况下 进行一些破坏并修复 以达成特定条件或是提高空波的目的 和巴隆与道罗斯的理念相同哦 当然当中有很多细分项 但还是推荐大家为了进步多多去思考怎么做吧 这里提供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 这里转出一只行过呢 就会被卡在右边了 这时候就要破坏这一行 让自己能够去转左边的版面了 终极终结 相信大家也注意到的终极技巧 相较于初级技巧是更加概念的东西 比起初级一步一个脚印的教学 更多是给大家提供思考时的一个方向 换句话说就是怎么转才会减少多余的步骤 并且踏入终极过后呢 就会开始逐渐养成一种非必要的时候 不会花半天思考怎么转足的直觉 所以在终极最后的技巧 是教大家怎么补救不想转错的窘境 毕竟好好思考的话 几乎是不会遇到卡死自己的情况的 也由于终极技巧都是概念的缘故 所以评段是否毕业的标准呢 主要还是看有没有把这些概念 实践在你的日常转足上 并且平均空波已经可以突破6空波以上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迈入 达人们的高级技巧啦 简单来说就是用特定的转法打乱已经转好的版面 让自己能在下回合制造更高的空波数 老实说这部分在好几年前还算是一个技巧啦 但现如今几乎是没有什么实战价值的 毕竟现在追求高空波的原因 已经不再是伤害而是破盾 基本上也没有给你一回合准备时间的佛星关卡了 但把这些技巧放在初级和中级感觉又不太对 所以我这里就只要放在这里和大家提一提喔 高级技巧之斜转 顾名思义就是把珠子移到斜方去 这需要非常多的练习 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掌握 并不成失败 最恐怖的是当你觉得你快掌握的时候呢 一个界面更新很有可能就会打心里的幻觉 而最最最恐怖的就是 斜转成功率最高的方式竟然是透过模拟器用鼠标来转 我个人就是从模拟器熟悉斜转的 但由于神魔有一部分的功能并不支援模拟器啊 且如果不想练习练到手抽筋的话呢 其实个人还是不太推荐大家透过模拟器的话来训练的 但由于斜转在日益猖獗的路径燃烧 年斧盾有着卓越的功效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在不是特别重要的场合多多练习的 毕竟你只要练习好了斜转 你的转足选择就从往四个方向走 变成往八个方向走了 真的多了一倍的可能性 要理解这个技巧还得请大家站起来跳跳两下 是不是落回地面了 对没有错这就是地性引力 所以除非你是倒立阔是躺着转足的 从你的视角看起来 珠子都是和你一样会往下坠的 叠珠就是让往下坠的珠子再次达成消除条件的一个手段 除非你是智障 要不然应该很好理解这一点吧 这里就给大家示范几种叠珠的粒子供大家参考 当然叠珠的方式有很多啦 但是基础是不变的 只要对地性引力有一些想象力就可以达成的技巧 也是目前非常重要的技巧 毕竟竞销某种珠子的技能已经不是一场地狱集里面 只有一关的稀有技能了 各种电击某属于又竞销该属不要太常见 也出现必须叠珠的新技能 可以说叠珠已经快成为神魔的基础技巧了 几乎是必恋的程度啦 高级技巧之日控制西数 如同我前面说的在追求高combo的原因已经不再是伤害而是破盾了 所以现在控制你转出来的结果比一枚也提高combo数来的重要的多 毕竟在能平均转出七星以后呢 再往上就是版面看不看你脸色的问题了 加上目前指定西数盾和数学盾也非常的多 所以接下来与其说要思考怎么转高combo 更多是思考怎么控制转出来的版面喔 另外再多思考如何搭配神华剑和龙克技能等场外因素来提高伤害 便是在那之后该讨论神九的课题 诚然如果你能一步一个脚印的学习到这种程度 控制版面应该也是随到渠成的事就是了 高级总结 曾经有位朋友对我提出一个疑问喔 为什么实况主阔是打人们转弯主阔呢 版面都这么的漂亮 当下老实说我也是觉得很疑惑 但是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因为当下我们看到了是别人已经提供答案的路径 简化了我们需要思考的部分 因此我们会觉得它转足起来相对简单 而当我们自己在转的时候呢 没有人提供这些答案给我们 我们因为思考跟不上而陷入了自愿自来的境地 大家要清楚一件事就是 所有人都是练习上来啊 没有什么捷径可言 可以注意到高级技巧已经不是教导而是经验总结了 以其说是技巧 反而是更多的心得总会 已经完全脱离了一步一步的指导 所以到了这个阶段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靠一些简单的测试来判断是否毕业了 就看你能不能从中总结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得 最后是超级技巧 呃那个不好意思 小的应该只有高级底端的实力啊 大佬您应该是进错视频咯 请出门右转 好啦 玩笑开到这里 老实说个人也不是什么神之手 说白一点也就是玩得比较久一些 当然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特殊的转足技巧 除了用手指以外的部位或是物件转足这类的技巧外 都欢迎各位在留言区告诉我 让我们一起互相学习精进各自的实力 尽量往超级的技巧迈进吧 当然这里还是可以提供一些超人的技巧啦 也就是把所有卡片给练满武装就是了 毕竟现在有很多有炎秒能力的队长 也有不少不用转足就能消除的技能 没有技术通关 就开投石车砸死他的团杖级战斗方式 也是一种超人的奢华享受 还可以顺道请人把副队长全换成蛋糕龙克 或者是有炎秒的武装龙克 当然这部分我个人是没有什么经验啦 只能求超人保养 好啦以上就是这部视频的全部内容 目前为止我收到的意见是怎么判断一张卡的好坏 接下来也会开始着手制作啦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是秋天风也 如果喜欢你的影片可以在下方 按个喜欢点去看可以按订阅哦 那就这样啦 我们在下一期的神魔教训影片再见啦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